试音乐 哈啰 各位打听下战师们 大家好啦 好 我长一段时间没有拍摄学习视频了 因为我才刚刚开学了不久 然后今天其实已经是差不多第三周了 然后今天是一个很棒的一天 因为今天周是周末星期六 然后难得今天我几乎没什么东西做 所以我能够非常安心的学习一整天 因为你们知道当我成立这个频道以来 然后频道开始增长之后 开始越来越忙 然后加上同时我就拿了一门抚修课 一个创业方面的抚修课 然后我又申请了工作坊 我又要把我的创业产品做出来 又好真的是很忙 然后我国庆之后又要去青岛参加 一项全国的机器人比赛 所以很恐怖嘛 所以现在对我而言的 能够不受干扰的安心学习 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所以今天我很开心 难得今天一整天我没什么东西做 所以我能够好好地学习一整天 所以我就打算拍一期挑战 看看一下我最长一天能够学多长时间 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啦 所以其实已经收拾好了 我会和我一位加拿大朋友一起去学习一整天 但是他应该还没起床 他做了很多我一起去到一两点 所以我先自己去图书馆 等他起床了之后呢 我再和他一起去咖啡馆 有一个咖啡馆是可以开到凌晨五点的 我们直接在那边坐一整晚 从白天坐到晚上 好啦所以先收拾 然后学习一整天 这个是粉烧啦 OK 然后我还冲了美露 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露 放在这个宝贝里面 确保锁紧 OK 好啦 饭是一杯啦 让我们出发吧 好啦 好啦 所以我来到了图书馆了啦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因为之前有很 我看过很多暂时 我原来就说 我就是很忙啊 就先别弄视频了 因为毕竟呢 是副业 还是学业为主 其实这句话呢 我并不是很认同的 因为呢 我已经把这个视频 当做我的工作了 我必须要有一个责任感 我必须要有敬业精神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放弃 放隔着的 然后学习也不能耽误 那怎么办 只有把自己往极限推 给我来到图书馆了啦 所以其实呢 我并不觉得累了 你看我那么多东西做很变态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厂是有用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 我们来到其中一个咖啡厅 在哲晋树咖这边 学习了跟我朋友 因为这个咖啡厅是开到凌晨5点的 所以我们可以现在下午4点 我们能够在这边待到很长 待到凌晨的时间 所以效力比预期中我慢太多 有一题太难了 李认立学的 那一题我做了两个小时都做完了 所以速度严重 但学了很多 所以学起来 直到那里干个个神 所以现在就要继续学 我现在学了多少小时了 我又不清楚了 现在开始开始有点模糊 有一点模糊不清 所以先去休息一下 反正我们肚子饿了 所以就上去楼上去吃个午餐 吃个晚餐 然后休息一会再继续吧 事先有点模糊 我也不清楚到底去到多少个小时了 好吧我们现在去吃了 你看这里也是另外一间天王超市 我们有两间 这里是另外一间 所以现在上去吃 OK这里是我们的万人食堂 好像没带你们来过的 叫万人食堂 是清华最大的食堂 好几层楼 很少来这边吃 因为太远了 然后只是我们的咖啡厅 是在这边的楼下 所以我们就上来这边吃 好啦刚吃完了啦 用了差不多15分钟 好我要继续了吧 所以我现在回到来我的房间一下啦 现在是9点40分 然后太困了 没办法 那我就没法思考 我就和朋友先回来啦 然后我先洗个澡 休息一会儿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跟我朋友 在序园西面可以继续休息 没办法 作业太难了 根本做不完啦 必须对 定他也休息 清华大学作业太难了 所以我现在洗个澡 休息一下先啦 好 哈喽各位 打听下战士们好 那个我就是呢 过完了那一天之后 我一本就打算总结一下我那一天的感受了 但是呢是我学 我违望我学到几点 然后我整个人已经是 视线已经是完全没法转住了的 太困太困了 所以我就忘了要总结了 然后我就直接去睡了 然后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啦 然后我现在就来总结一下 我那天要总结的东西吧 OK我现在看一下 我那天一共学了 等一下我现在已经剪好了 那几天 我已经学了12小时07分左右 所以在一 这是在折磨一天的时间 然后基本上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学习那么长时间 因为我刚才也说的 现在能够专心的学习 不被干扰的学习 对我而言已经是一种奢望了 因为我这些学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忙 除了我本身频道以外呢 同时我还拿了一个抚修 你们也会看到我现在穿着这一身衣服 是清华大学创业俘获集团的人工智能创业俘获集团的衣服来的 就是我的一个俘修课啦 然后我也加入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我们要创俘 就是创业俘获的版 然后就他们会给我们很多项目啦 然后去搞一些创业项目啦 去学习啦 就让自己武装起来 让自己准备好 以后成为一名企业家 好anyway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这学期的课表啦 和我去年第一学期比的差距确实有点大 因为我还拿了抚修 然后还有校队训练啊之类的 所以anyway 所以其实12个小时的学习呢 其实说真的在清华大学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也并不知道怎么 还有非常非常多人学的事情比我还长啊 在清华大学 随便随便抓一位回来 你问他你一天学了多少小时 他答案基本上都会比我还多 因为这其实很正常啊 一天学习12小时 在清华大学 比如说我在图书馆啊 很经常就看到坐我旁边的 一坐就是坐一整天的 所以 所以主要就是想看一下我一天最常能学多长时间啊 那平时呢也不会学那么长时间啊 可能也就10小时 或者9个小时左右吧 因为主要很少会有一天会那么得空 没东西做的 所以经过这一天学习呢 心得 其实也没什么心得 就很正常啊 其实 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 包括 放假啊 有假期啊 都是这样过的 所以 心得 谢谢 就这样 就很正常啊 就只是讲我整天学习的 这一天给你们啊 因为我其实也没真正计算过 一天的学习是多长时间的 所以现在看出来大概 不过这12小时我要强调确实是有点多了 要是平时的话我可能还会 吃东西的时候还会拖拖拖个10分钟20分钟 然后休息一下 可能刷手机刷一下 所以可能 平时情况剪个一两个小时吧 所以 anyway 我这一期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啦 现在是 我现在其实得赶紧了 因为我待会还有排球校队的训练 所以我现在得赶过去的 好了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我要和你们说 就我之前在我去年开始就和你们说过说 我每一期都会每一周都会更新一期视频了 但我现在想和你们说一下 我会尽量啦 我和你们说 我真的会尽量尽量啦 因为你们看我课表的话 我真的非常忙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课表里面没有记录的 比如说我这个搞的创业的东西啊 然后接下来我还会去青岛参加一个机器人比赛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记进时间表里面 所以我的时间真的很满啊 所以我想和你们说 如果说我做不到的话呢 有可能我某一周没更新的话呢 希望你们理解啦 那证明我那一周真的是已经挤不出时间 来剪视频来拍视频了啦 所以我现在和你们说一声啦 所以好啦 这一期视频就来到这里了 我得赶紧去训练了 谢谢大家这次 我们下一期见 让我们这半年轻人一起打天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还有在这 satisf 楼里面 我们下期见 已ğer摹托 有足够流浅 挺没有在外面 所以我们下期见